曼谷 Vangkok 是泰国的首都和最大城市 也是一个国际性的旅游城市 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旅游城市之一 曼谷地处泰国中部平原 梅南河与昭丕一河汇流于此 因此曼谷又称为梅南河畔之城 有着幸福之城美誉 曼谷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遗产 有着独特的建筑风格和美食文化 也是东南亚最繁荣的城市之一 曼谷是很多自由行旅游者喜欢的城市 那么出到曼谷 要怎样安排一天的吃喝玩乐呢 小编今天就给朋友们简单做一个攻略 希望能帮到你 早上探索曼谷的宗教文化 早晨 首先前往大皇宫 这座壮丽的建筑群 曾是泰国王室的居所 您可以欣赏到金碧辉煌的寺庙 神殿和雕刻艺术 感受浓厚的历史氛围 从大皇宫步行步远 您就可以到达玉佛寺 在这里 您将看到精美的玉石佛像 以及寺庙内的壁画和雕塑 这些都是泰国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午 品味泰式美食 在附近的街边摊位或小吃市场 尝试泰国早餐 如油条和甜点 体验当地人的生活方式 之后 前往一家传统的泰式餐厅 尝试正宗的泰国菜肴 推荐品尝绿咖喱 红咖喱 冬阴公汤等 感受泰国独特的香料和味道 中午 文化与艺术之旅 在中午时分 您可以前往曼谷艺术文化中心 欣赏当代艺术作品和展览 这里是泰国艺术家和国际艺术家 交流的平台 接着 参观泰国文化博物馆 了解泰国历史 传统工艺和民间文化 博物馆内陈列着各种产品 从古代的艺术品到传统服饰 让您更深入地了解泰国文化 下午 购物与休闲时光 前往曼谷著名的购物中心 如Central World或Emporium 这些大型购物中心提供各类时尚品牌 电子产品 化妆品等是购物爱好者的天堂 在购物中心内的餐厅或咖啡馆 享用午餐 休息片刻 为下半天的活动做好准备 傍晚 曼谷河畔的美景 傍晚时分 您可以前往曼谷眉南河畔 乘坐游船游览 在夕阳下 您将欣赏到大皇宫和寺庙的美丽景色 同时感受到曼谷的独特魅力 晚上 夜市与美食之旅 晚上前往Ratchett夜市 这里有许多小吃摊位 手工艺品和服饰商店 您可以品尝各种当地美食 如烤肉串 炸虾饼等 如果您对泰国的表演艺术感兴趣 不妨前往Calypso Cabaret观看变装秀表演 或者去Siam Nirmid观赏精彩的文化演出 这份详细的曼谷旅游攻略 希望能够帮助您更全面地 规划一天的行程 充分体验曼谷的文化 美食和娱乐 请确保提前核实景点的开放时间和预定需要 并留出时间用于休息和自由活动 祝您在曼谷度过愉快的时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